充斥在世界 年轻人哪有不受熏燃的道理 这是现在年轻人难教了一个外在的因素 可是这个外在因素 我们如何用内在的真诚去克服 古人讲的不错 今晨所致 今时为开 那我们再细想一想 连这小动物 蚊虫蚂蚁都能感动 花草树木也能感动 人岂不能感动吗 不能感动 使我们的精神没有达到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样的反省 那就好了 一定会把自己的德行向上提升 唯有提升自己的道德 才能感化 现在这些年轻人 我们自己没有 清高的道德 因为去责怪年轻人 去惩罚年轻人 这不是办法 教育这个手段 惩罚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 最好的手段是感化 是要自己用真诚爱心 清净平等的爱心 去感化一切众生 佛菩萨 对于畜生 木鬼 地狱 都能够感化他 都能够引导他 回头是岸 侯宽世间 有情众生 我们应当想想 要怪自己的功夫 德行不够 决定不能怪别人 还没有接受感化 这样才能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 佛在经上说 未能自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这句话说得好 所以你要想度化别人 必须成就自己的德能 唯有自己的德能 才能感化别人 才能够度化众生 佛在经教上 说得这样的圆满 这样的究竟 我们读诵经典的人 不能疏忽 我们不能成就 实实在在 廖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 应许 粗心大义 进一步 这又教个我们 又死天下 无自事之豪杰 又无 诱人之学问 心之不得了 皆 即止得 未修 感而 未知也 这些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天下 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 凡是自以为是 刚疲自用的 这个人 却不是英雄豪杰 那 称赞 他是英雄豪杰 那 只是 称赞 而已 又名 无始 真正的 英雄豪杰 绝没有自以为是 我们称佛 为大英雄 你看 这个寺院里头 供养佛像的大殿 称为 大雄宝殿 这我们称他大英雄 佛有没有自以为是呢 没有 佛跟众生讲经说法 他说了 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了 没有说一句 说了四十九年 这是什么缘故呢 他所说的都不是自己的 是谁的呢 古佛所说的 孔老夫子一生教学 也说 他没有他自己意思 他一生呢 只是数而不足 所说的都是 古圣先王的教诲 你看 这么样的谦虚啊 绝不没有自以为是 绝不加自己的意思 在里头 这是真正的英雄好奇 说 无忧人之学问 忧是怨恨的意思 圣贤人的学问 绝不会引发一个人自私自利 绝不会引起一个人贪嗔之慢 绝不会教你去害别人 利益自己 圣贤人的学问 没有这些啊 一个从人上说 一个从书上说 那回过头来 我们反省自己 恰恨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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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據 Twitter caution 我们自己确确实实 道德没有修 我们的真诚不够 所以我们的感化达不到 无限以自反 这些东西我们要认真自己反省 所以要想帮助社会 帮助别人 帮助社会安定和平 帮助一切众生 幸福美满 从哪里做起 从自己修德做起 你自己没有真正的德学 如何能感化众生 自己还有一丝毫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念头还没有放下 如何能感动众生 如何能行菩萨道 这些话句句都是真话 都是实话了 所以 我们想帮助这个世间 减少灾患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世间有不少人都相信 古老语言所说 我听很多同修从欧洲回来 欧洲人都非常尊敬 相信16世纪的预言家 Nos Thomas 他们都把他当作圣人来看待 他的预言是讲 我们这个世纪有大灾难的 基督教圣经里面 讲世界末日 伊斯兰古兰经里面 也讲世界末日 大概都是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这些书看了 这些话听了 也忧虑不安 我们自己如何能在这个灾难里面 幸免 如何能够在帮助世人 度过这个难关 有没有可能 我们今天读了了凡思讯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可能 我们自己修养道德 自己就超越了 佛家里所说的 供业里头有不供业 我们自己可以超越 我们自己有能力超越 那就要帮助广大了苦难度生 如何帮助他呢 一定要以德行 要以学问去感化他 让他觉悟 让他明了 让他忏悔 也能够断卧修审 急供雷德 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纵然不能完全化解 可以把灾难程度减轻 把灾难的时间缩短 这个效果 就是很大的功德了 我们应当认真 努力去做 怎样修养自己的德行 这个书里就举的例子很多 我们细心去体会 反复地推敲 他底下又举了一个例子 则毁谤之来 借磨炼玉尘之地 我将焕然受刺 活怒之勇 这一条 我们每一个人 时时刻刻都遇到 我们能不能做到 别人 磨意地毁谤我们 毁谤我 我听了之后 能不能呢 一丝毫怨恨的心 都不起 这是功夫啊 有人造谣声势 在外面回谤我 有同修来告诉我 某人说你的坏话 怎么样 我回报你 他一开口 我就制止他 不要再说下去 他感觉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 我告诉他 我希望我的心 对那个人 永远保持最好的印象 我不希望 他的不善 种种的言行 放在我的心里 我不希望 我永远记人家的好处 记人家的善处 我的眼睛看天下 都是善人 都是好人 绝不把别人的不善 放在我心上 把我的心变成不善 这个损失 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 那个受我坏话的人 破坏我的人 从前对我很好啊 我永远感他的恩 以后 以后种种种不善 那是别有因素 这个因素里面 多半都是误会 他为什么 从前对我好 从前对我好 现在对我不好呢 从前我对他有好处 现在好像我对他没有好处 从厉害上 心里态度 隐形 改变了 这个改变 我清楚啊 我过去对他好 我过去对他好 现在对他更好 是他不了解 为什么呢 他的心目当中啊 只是明文立扬的厉害 我今天已经提升了一步 我今天完全讲的是德行 在道德上 向上提升 明立上 我放下了 我对他的好 他不了解 他产生误会 我应当要原谅他 说原谅他 我的这个心胸 已经很小了 已经是错了 完全没有这回事情 这个事情 他在别的地方可以发生 在我心目当中 永远没有发生过 我们这才能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天性 许之为什么一般二十岁还这么年轻 还这么健康 一生不生病 还能为社会苦难众生服务 他为一些老人服务 其实那些老人比他小得多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一半多岁的人还替他服务 什么原因呢 心底里头 不夹杂丝毫不善的念头 决定不许可 有丝毫不善的东西 跑到我的心里面去 我得要防范 我这个心里头只容纳一切众生的 善心 善行 善德 这才是修扬自己的道德 所以我们遇到了人家毁谤 侮辱陷害 我感激 为什么 从这个境界里面 来勘验自己功夫 究竟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我还有一念 厌恶的心 有一念不高兴 自己立刻回过头来 忏悔 我的德行不够 为什么经不起考验 所以决定是 欢喜受赐 活怒自由 人家这样对我 我用这个态度对他 这个慢慢传到对方去了 对方会感激 会回头生 我救了自己 也救了别人 如果我一听到别人毁谤 我就发怒 我就存报复的心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自害害他了 这个道理 不难懂 这个事情厉害得实 也不是很难明了 多想想 多思维 我们就能够自救救人 自度度他 这又活落而不为之 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希望一生当中都能保持着真诚 信 都能够永远保持着爱心 爱一些众生 人爱我 我爱他 人恨我 我爱他 这才叫真正功夫 真正的德行 真正的学问 造无理实物的 罪业的众生 我还是以真诚平等的爱他 因为我知道他有佛性 你三字经上第一句说 人知出信本善 我知道他的信本善 他的真心 他的真心是本善 我尊敬他 我爱他 他染上的那些不良习气 那不是真的 那个可以改的 所以只要一念回头 他就是善人 恢复到他本来 这些道理似是真相 不能不知道 苗凡先生接着说 又文荣而不弄 若无其事 虽禅烟熏天 如举火分空 终将自习 我从年轻的时候学到 我懂的 我明了 好像是在去年 这个 悟道发誓 把这个台湾有一些报纸 杂志传真给我 邪灵归信给我 这些呢 都是台湾一些出家人 执着我的名字 毁谤我 误如 说我 这个 提倡 无量寿经汇记本 是恒大的罪过 误导 许许多多念佛人 长篇累读的 文章写到了 误导法师 要找一批同学 写文章来反驳 我立刻 打电话告诉他 随他去骂 一句话都不要说 为什么呢 他骂累了就不骂了 骂 与我不相干嘛 他写文章 随他写 他总会有写累的一天 我们一丝毫反应 都没有 他误导是人的气 好 听话 我们就不理他 那现在不就没有了吗 这个骂人 你要知道 两个人越骂越起劲 如果一个人骂 一个人不吭气 骂到最后 他骂累了 他自然就不骂了 这个人坐在这里 很舒服 在那边 在听唱歌 哪个人高 哪个人低 旁观的人 某人有修养 某人风度很差 有人批评 我们何必说一句话 何况骂人好累 发脾气 对身体的伤害 非常严重 发一次脾气 那个许哲讲 三天都不能恢复 你为什么要发脾气 他骂你 你很难过 他骂别人 你为什么不难过 他骂我净空 净空是假名 很多人都可以叫净空 我何必要接受 你人家骂你 你就接受了 你傻了 你愚痴 你听了 像他骂别人一样 如果不相干 心平气火 这个云云就化解了 多误会也化解了 不要去理他的 打架也是如此 两个人越打越起劲 如果一个人打 一个人不还手 那个打的人 打几下 他就下不了台了 你再打 人家不还手 你不打 自己又难堪 这个方法 对于喜欢打架的人 很有效果 我都用过 我在年轻时候 遇到一些同一朋友 发脾气的 他打我 我不还手 他把我推倒 我就倒在地下 不起来 旁边人看到 他在那里 很难看 下不了台 那要打 打不下手 不打 好像这个也 也没办法收回 我这招很高明 所以不要跟人 一定要保持好的友谊 这种过时 错误 希望把这个时间缩短 友谊 要很久 要长久 做人的道理 帮助自己 成就别人 所以 一切谗言 自己会消失 不比我们去辩驳 欲辩